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市长蒋湾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揭晓下 2025双北市庄运奖牌正式亮相 除了市庄运活动持续获得国内外关注 台北市也迎来一项好消息 根据媒体最新发布的2024县市总体及永续竞争力调查 台北市蝉联总统冠军创下四连霸的纪录 其中在社会永续经济与就业及教育与文化三大面向 更是全台第一 公共安全与消防及医疗卫生两大面向 则是六都第一 其中公共安全与消防更是六都中进步最多 显示台北市政府两年来努力的成果 对此台北市长蒋湾与首先感谢市府团队与市民的协助 他也强调不会以此致满 会加倍努力持续与市民朋友攜手 打造台北市成为宜居友善的幸福城市 首先我要非常谢谢我们远见在各项评比的项目当中 非常用心 台北市我们这一次再次得到整体竞争力的第一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市府团队以及所有市民朋友 共同协助而且给我们各项的建议 所以在这次的评比当中不管是社会永续 还有公共安全以及经济以及就业 我们都不只进步而且拿到第一 这也刚好是我们过去段时间所定定台北市整体实证愿景 打造台北市为运动之都 安全之都以及未来之都很重要的具体成果 所以我们不会以此为自满 我们会加倍的努力 也攜手所有的市民朋友 我们台北队会持续的让台北越来越好 成为宜居友善的幸福城市 蒋湾强调台北市作为全台领头羊 将与建构安全之都给予市民生活安全保障 打造运动之都带领市民运动风气培养健康身心 及迈向未来之都在经贸发展及人口增长持续保持领先 在这三大运景下落实服务型政府形态 带领城市大步向前行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在台北市副市长张温德与优游卡公司董事长林志盈 及交通部公路局主秘与基北北陶交通局代表共同启用下 用优游卡币乘车购买1200元TPass都会通定期票服务正式上线 只要下载APP加入优游副会员就可以用手机购买基北北陶都会通定期票 搭乘捷运 公车 国道客运 火车及U-bike快速又便利 在去年上市我们的多一通120之后呢 我们现在累积已经有超过700万的购买数量 每天有超过60万人在使用这个便捷的交通工具 那在这个基北北陶逝世里面我们有不管是捷运 客运 公车 财铁 再加上我们最后一领路的U-bike 其实只要用TPass的都会通 在把我们的基北北陶逝世的共同生活的市民们 都可以透过这个非常便利的工具 四个城市更紧密地连着在一起 我们当然就更希望我们给市民的不管是除了交通的便捷之外 在使用的服务 我们也能够更提升 更升级 所以在今天我也很荣幸有这个场合可以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幼儿部低层车的功能 我们今天有机会再升级 把我们B层车可以购买我们的TPass 120 也就是未来TPass只要用幼儿部的B层车的功能 我可以在家里面不用到我的捷运站去主持 去购买 我都可以在家里面只要动动我手机 就可以完成我TPass的购买 然后更方便的运用我们的TPass的各种转音功能 B层车的好处就相对QR Code来讲 你用手机QR Code 你要对焦 你Line要打开的时候 有时候要QR Code少要对焦对半天 B层车不要 你只要在幼儿部打开以后 你的B层车功能直接感应 它就一定去旅游的时候就结束了 那出捷运站的时候也一样 所以公车上下速度很快 不会耽搁到后面 你不会有太多的压力 所以这个功能 为什么大家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努力把它完成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个 跟各位运作业者以及各位媒体朋友报告 我们已经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推出了 那现在其他外线是已经在举走说 那接下来连到我 接下来连到我 那没有关系 我们重中之重的这个鸡杯品 我们先把它完成 接下来有需要的各地的这个定期票 我们依然会努力 悠尔卡公司方面表示 2023年手机B层车 搭乘总烫次超过450万笔 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成长8% 7月起手机B层车在台铁全面启用 8月陶节与新北轻轨也正式上线 不过目前只有安卓系统手机有开放NFC功能 可以使用悠尤复B层车 至于苹果手机何时开放 悠尔卡公司董事长林志颖也做出回应 手机B层车的功能是要借重于手机本身的NFC 这个作用才能够达到 那么目前只有Android的各品牌的手机 那iOS Apple手机目前因为 Apple的政策还没在台湾地区开放NFC的使用 那它在全世界好消息是 它在全世界的局部的国家跟地区 已经陆续在开放 那我们期待苹果公司在台湾的NFC的功能 能够早日的开启 让台湾的民众Apple的使用者 能够更自在地享有这个低层车的这个功能 所以只要NFC的功能 苹果公司开放的话 那我们会主动的跟Apple来联系 苹果公司也同步推出好康活动三重送 直至起到11月底 民众使用手机B层车 购买TPass定期票 可想比比最高5%回馈金 另外在加码抽定期票免费搭 将抽出10位幸运额 可获得1200元悠油付回馈金 新加入悠油付会员 在活动期间用手机B层车 购买1200定期票 这可以获得100元现金回馈券 每期限1000名总共2000名 欢迎民众一起加入 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体验智慧便利新生活 手机B层车一晚都会通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四分位主唱阿珊 Pisco吉他手瑞秋 以及人气变装皇后女王 与观光传播局副局长薛秋火等人 一同站在彩虹观光巴士前 为2024Color Taipei 彩虹观光系列活动进行宣传 活动推出三处户外打卡装置 及三条彩虹观光巴士主题路线 更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 担任导览员 分享解说台北的彩虹景点与故事 我这次负责的是电影之旅 是 那因为我七年前参与的一部电影 就说谁先爱上她 对 那那部电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 为什么 一个高中同学 因为我这辈子 第一次收到的情书 是一个男生写给我的 我就很想跟他联络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 去跟他联络 真的然后呢 然后我想也许趁这次 这个机会 对 我希望也许可以让他来搭这个 每一位朋友们 那个《彩虹巴士》 报导出去 这个当年有写信给阿珊老师的 请你来搭这个《彩虹巴士》 因为这次电影之旅有很多的地方 是 有西门町 228公园 周恩经验堂 宝藏岩 我们出发点是在西门町 对 然后这里面对我来说 印象非常深刻 应该是周恩经验堂 我们就刚好会中间停站点 就会在这边 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 叫女朋友男朋友 他在电影里面好像有还原 那时候当时 这个《彩虹巴士》在台上 激烈演讲的部分 那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然后在周恩经验堂里面有最近 对身心灵这个部分 其实蛮喜欢的 然后在周恩经验堂 它好像有一个有关风水的关系 它在这个地方的磁砖 有一个中心的集中点 那个地方你如果去拍手的话 声音会特别不一样 那很多人也许他可能比较疲倦的时候 他就会站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能量 就感觉自己能量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那天如果我们下次的话 可以带大家去这个地方 你果然是很称职的导览员 那每一个地方 其实阿湘老师都知道 这每个地方都代表了 不同的当时拍电的场景 是的 像228平公园 大家看的滑灯初上或镊子 这些都是 然后最后我们会停留在哪里呢 西门町监狱第五号出口 是就是跟这边的地标一样 非常多人拍照的地标 每一年跟观众的互动 都会觉得说更深刻的体会到 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是第一个 同志婚姻合法的亚洲的一个国家 因为台湾怎么样 台湾的人民尊重 善良 多元以及包容 以及性贴平权 跟彩虹文化的认同 自我认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尤其就是跟彩虹有关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自我认同 那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已经非常的骄傲 那再加上今年呢 因为以前以往的路线比较单一 虽然人还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今年非常特别 是今年增加到三大主席 会有我们的市政府广场 到我们的市议会 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 到我们的228和平公园 因为其实228和平公园 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 以及演变算是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中途呢 我们会停靠的 就是228和平公园的彩虹点 以及长得尖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 是是是 我们的长得街事件 到时候呢 都会在我们的观望巴士 上面做导览 回想起从疫情过后 我去了一些国家旅游 那我去了一些亚洲国家的时候 我也有搭过类似这种观光巴士 对我一直在寻找着这些国家 也没有一些彩虹的场景 那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说 我们台湾我们台北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巴士 这样的活动可以带大家看到 哇原来台北是有这么多的彩虹的景点 我觉得这是我去过的很多的亚洲国家中 没有的 来介绍一下你这条路线 起点是西门红楼 对不对 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 这个路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一个当然是西门红楼 西门红楼不仅是有西门河岸 这样子的Live House 然后那边也常常有大量的音乐活动 包含我去年有在这个地方演出 跨性别游戏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音乐人的圣地 就是女巫 就是我们最后会停留在女巫店 对这个圣地可以带大家去一趟 观光传播局表示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规划三条专属主题路线 有文化之旅 音乐之旅和电影之旅 透过名人导览与旅客互动 让更多人深入体验彩虹文化的多元魅力 我们台北市已经成为亚洲 可以说是最友善 最注重性贫的一个国际城市 那我们从每年10月份 我们在台北市挤办的这些 同事大游行活动 都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 还有外线市的朋友到台北来 这个是一年一个一场非常盛大的嘉连网活动 那当然观光传局 这边因为这个活动 都受到这个很多的我们媒体朋友的报导 以及国际的关注 所以观光传局站在城市行销 以及观光推广的立场 我们都会在10月份来举办这个彩虹系列活动 当然就是也延续的第五年 我们来做一个彩虹的这个观光巴士 今年特别打造了三条这个主题游城 包括有这个音乐的文化的还有电影的这三条主题游城 同时有15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名人 来做一个共乘跟导览 那我们特别也惊险了三个景点 包括我们西门町 包括我们的松山这个文创园区 还有我们细腻商千 那这些艺术装置啊 我可以让这个我们的除了我们这些外国的朋友 或者是来台北市的参加这些同事大游行的朋友 能够去这个看看景点看看 同时也可以打卡拍照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将于10月5号到10月25号的 每周三五六日出发 共有36场次 邀请国内外民众来台北感受爱与多元文化的力量 记者理席会台北报道 利用外骨骼系统让患者进行肢体关节活动训练 这次获得台北生技奖跨越合作奖同奖的 辅导科技所推出的关节活动训练机器人 透过轻量专业训练模式 及可视化回馈协助患者复健 我们辅导科技是全台湾第一家在智力做 从研发到生产制造 还有销售的外骨骼机器人公司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 是数据导向的外骨骼机器人系统 这一台小小的足迹呢 就可以协助患者进行他的动作力量评估 然后给予正确的训练 那透过这样系统性 而且是数据化的训练呢 可以协助我们像是 骨科术后或者是神经损伤的患者呢 进行复健 让他们恢复激励 还有让关节的活动度更好 在台北市长角万安亲自揭晓下 2024台北生技奖五大奖项 及今年新增的特别奖 台北生技之星获奖企业一一出炉 角万安表示台北市具有生意产业发展 所需要的高端人才 创新研发及资金融通等关键条件 欢迎所有生技企业来台北设立据点 一起成为生技台北最强战队 我想在全球蓬勃发展的生技产业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年 我们生技产业带来全球的产值相当的高 2022年就有将近1.3兆美元 那预计在接下来到2028会来到2.4兆美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 而且持续薄膜发展的产业 在台北市我们有时间理学中心 有21家生技相关的育成加速器 我们也有30所生意相关的大学 以及研究机构 所以我们有丰沛的人才 充裕的资金也有相关研究发展的量 所以我们是大力的来支持 并且推动生技产业 那另一方面 台北市我们目前总共大约有580家 生技产业 那每一年所创造的产值 大家一定想不到 有2700亿 2700亿 那另一方面我们产业局相关的 讲补助计划对于生技产业的投入 我们累计也投资 170个生技产业的计划 那总投资金额也都超过了2亿 所以种种这些 我们会持续的协助生技产业 特别不管是跟研究机构 学校 以及和产业端这边嫁接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 讲完更以日前参访 美国生技产业重镇波士顿的经验 希望台北市政府能作为桥梁 带领优秀生技团队到国际进行交流 进一步协助生技产业 不见全球 大家知道波士顿 在生技产业的发展 目前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而且它是目前汇聚最多生技产业的聚落 都在波士顿这整个大城市周边 当然它得力在很多 包括大的药厂都设在这里 所以包括我跟吴市长 包括跟他的团队 包括他们相对应的产业发展局 我们都谈到很具体 未来带领我们台北优秀的生技团队 到波士顿 跟他们有具体的交流合作 迈入第21届的台北生技奖 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超过1600件 机优产品技术参赛 并选拔出273件得奖产品 颁发总奖金超过1亿元 台北市产业发展局期盼 持续鼓励企业及学术研究单位 投入产品开发及技转合作 共同开拓全球生技市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Jimmy YouTube节目主持人泱泱 全身穿戴的都是可循环的资源 像是上衣裙子包包 都是支援循环再生的质感产品 他出席环境部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举办的 2030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 分享自身支持环保的行动 皮群的话是优质龙的皮群 然后这个的话不是用动物皮革 它其实是用我们的凤梨叶 这个是凤梨叶做的 对对对对 纤维扎料做成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弹性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平常的话 骨架算是越是高高一点 我大概要穿快L号 但是它这拿给我是M号 我可以穿小1号 而且我觉得不会很紧风 就是非常有弹性 上衣呢比较特别 它是用维收的宝特瓶 这个宝特瓶做的 对对对对 没有错吧 对对对对 觉得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宝特瓶给我一种 就是塑胶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穿起来材质会有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透气 但这个材质非常的柔软又透气 它是清甜兔挺的 对对对 然后它的材质就是感觉很像皮革 对不对 但它其实是用 很像皮的 很像皮的 但它其实也是另一个环保材质做的 OK 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就觉得说 现在很多厂商都是用一些 资源循环在利用 就甚至有一些 像现在也蛮多时尚品牌 可能都会 回收一些衣物 然后再做一些利用 就可能回收回去之后呢 还可以再制成新的衣服 我自己是从自备一些环保用品开始 我觉得非常的好上手 像我自己的话呢 因为出门像是采买一些日用品啊 或者是说食物 很爱吃 我就会自己自备环保袋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好上手的 就是每一个人出门 就是自备环保袋 我觉得有时候是连我 就是不一定觉得今天会消费 我都还是先自费 因为有时候可能要装什么东西 帮忙带什么东西 其实小小一个 再拆开来打开来用 非常的方便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像我常常外景工作 那如果像是出木耀的外景 然后跟台哥一起的话 我都会自备水壶 因为其实我们外景的话 可能就需要常常喝水 那自己的话 我就自备2000cc的那种大水壶 那就是一天就可以 直接用那个水壶来装水喝 其实现在如果说 我说我这个是recycle的 反而会变成一种特色 所以我其实很多的场合 我都会来穿这个东西 不过我也必须说 以前有些这个东西 它做的没有那么的时尚 筹罢 但是现在越做越时尚 越精致越好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潮流 展览集结52个单位 展出国内外资源循环 新创服务设计及产品 像是可重复循环使用的地毯 上衣衬衫 还有用废气磕壳 制作的扩香石茶具等 从源头改变产品设计 也考虑产品不使用后如何再循环 同时减少自然资源开菜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安心的使用 所以我们有做这个生物可分解 这种是生物可分解 那它呢就是除了回收纱以外 它还做了另外一个加工 它就是让这个化纤的原料 也可以生物分解 然后我们再加上 它是不管是棉或是竹纤维 或是其他就是电燃纤维 它都可以结合以后 做的更舒适的布料 然后穿完了以后 它其实是透过掩埋 透过掩埋以后呢 它可以生物分解 没有掩埋的时候是不会分解的 那生物分解以后就是会滋养土地 然后植物再生 然后将来很可能就是 我们会是植物纤维的化纤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循环 循环经济过去呢 大家可能做得很辛苦 没有市场性做不出来 未来 未来我保证 我们一定会发展的会更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静零碳排 里面呢很重要的一项 除了说我们有各种的电动车 电动工具之外 这种所谓简碳的工具 循环经济 有的排第二名 有的排第三名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大概占了二两层左右 所以我们要做2050净零碳排 绝对不是说大家家里面 冷气少开一点 拔插头等等 这个东西是比较简单的生活检碳 其实循环经济是每一个人就可以做的 例如说我的东西 我可以延续它的物名 我就不用买那么多 我减少这种快食上的这种医务医疗 这个都是一点点滴滴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产业体系做得出来 就可以创造很大的效益 所以其实这个循环经济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 那目前呢 这次的活动呢 有五大产区 我看到好感动哦 我希望我 今天过后 因为今天实在太忙了 我一定会在趁这个时间晚上偷偷来看 你们不要找我 我会愿意帮各位站台 帮各位拍照 但是呢 不要造成轰动 因为今天人太多 但是我一定会偷偷的跑来 因为我常常偷偷摸摸的跑来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重视 那我们环境部呢 跟资源循环署其实很努力的在几个方面 例如说在这个能资源的循环 还有我们废弃物的循环 或是说各种的这个原物料的这个 能够在处理的三大的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有一些策略 其实它也要一个资助啦 我上面讲的一个绿色设计 能资源循环 还有这个废弃物能够再畅通 因为这几个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废弃物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分化 这个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不过这个里面呢 还是需要从法治的角度 能够来帮助大家 甚至在整个金融体系 或是说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的打造之下 能够才把这个产业能够蓬勃起来 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一定会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过去我知道各位有很多的新创 有很多文创的点子 我们在环境部 我当院部长之后已经跟他们讲了 以后环境部我送的各种的礼品 都要找各位的东西 轮流来能够来 至少我可以拿来送给大家 我到国外区也会拿各位的东西送给大家 展览举办至今已是第五届 去年展出兴超过5200人逛展 显示民众对资源循环的认同与支持 这次展览也延续举办历居最受亲子欢迎的手作活动 欢迎大家来台北车站共享盛举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长期关怀弱势族群的基督教芥菜总会 首度发表青年社会影响力调查报告 公布2017年到2023年青年赔利领域的服务成果 透过多元青年赔利 帮助经济弱势青年 青年来总共就业辅导1431人 有953人成功进入职场 超过67.1%得以改善生活条件 也让青年勇敢追梦 相信自己有翻转人生的机会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持续精进下去下的技能 然后可能有一天可以自己开一间 就是类似咖啡厅 然后可能就可以跟街菜总会合作 然后他们有些青年想学类似餐饮类的东西 可以回馈给他们 提供给他们一个场地可以办个讲座 温馨关怀的环境 我觉得是同理心 跟问题解决的能力 像同理心的部分 就是我以前可能比较不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甚至是别人在讲什么 我可能就比较没有注意听他话中里面的话是什么 但是自从上完这个课程之后 我会更仔细地去思考说 我的朋友他讲的那些话中带的意思是什么 以及也会去了解他的生活 跟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 就让我更去了解我的朋友 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好 就是透过这一种 因为我有测过排卡的一些测验 然后我得出来的结果是 我可能有兴趣的是艺术产业 因为我本身是学钢琴 所以我想要未来可以从事演唱会 演唱会乐手 keyboard手这样子的梦想 去前进这样子 青少年的改变 应该就是我自己的社会的工作价值的信念的地方这样子 跟青少年在一起 应该是说每一次开班看到他们的那个历程 其实他不会马上就会给你一些立即性的改变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年来的布条 其实他就是用陪你 虽然那个陪是用陪力的陪 但是其实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在陪伴就是青少年的旁边 陪他们一起面对就是就业上面的困境 而且不只是就业 其实生活上其实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其实就业只是一个其中的小小议题而已 那青少年员的角色其实就在他们的旁边 然后陪着他们去面对这些就是困境这样子 那我们一起来 阿安 李好棒 谢谢 他更有信心了一点 发表会中借由舞台剧演出 邀请现场来宾参与以职丫牌卡激励剧中青年建立自信 接菜总会透过自我探索工作方 就业陪力班以及技能训练班等陪力课程 协助青年提升核心职能 获得正向就业经验 甚至引介工作机会 帮助青年顺利就业 我想习役而得着这一段话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赔力过程中 能够让他们拥有知识跟技能 那因为有知识跟技能 再加上陪伴之后 让他相信他真的能够把知识跟技能给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花莲我们有一个习役所这个理念 不是这个场域而已 是这个理念 我们希望复制到台湾各个地方 然后透过陪力这个时候 让他们参与建栏的时候 不是只是在做一个工作者 他实际上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说希望说在把三创 所以创新创意跟创业这样的理念 能够在未来这条路上能够铺成出来 68岁的单亲爸爸李先生也分享当初独自拉拔两个小孩长大 幸好有借菜总会的支持得以改善生活环境 现在他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执行长帮我找到希望医工团 因为我的环境实在很长龙不堪 然后我们执行长就帮我建造到希望医工团 来帮我把整个环境重修整修过程 现在总会这边有需要重工 刚好我能力所及要需要帮忙送一些物资 对象都是一些弱势家庭 当然我接触到这方面 更能让我感受到我们接触到我们这边的一些战情 希望能够跟社区连结 能够提供最在地也能够是最立即性的助人的行动 所以借菜总会期待的是能够跟社区形成 一个又一个的助人网络 在这个助人网络里面呢 会存在着像李爸跟他的孩子一样的家庭 是需要我们能够去关怀跟深入发掘 而我们也会连结在社区里面的组织 学校甚至刚才李爸提到的教会 我们一起连结起来 一起提供这样子一个助人行动 那另外呢我们也连结了像在座的每一个企业伙伴 我们的社区伙伴 还有相当多的公益平台 还有我们的任养人 资助人 我们将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化为爱心的行动 进入到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芥菜总会推动三辅助人网 以福音辅助福利的方式帮助青年翻转人生 也邀请各界参与青年赔利计划 帮助青年找到人生价值 青年不设限 赔利翻转人生 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及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国民健康署从明年开始放宽乳癌筛减年龄 上下各增加5岁 扩大至40岁以上 未满75岁妇女 鼓励有符合资格者接受乳房S光摄影检查 女性黄猫受到过去从子宫颈癌的威胁 但是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 跟大家的意识的提商 还有相关的医疗的进步跟筛减的工具 能够让我们的子宫颈癌 大概目前已经在女性威胁的实浪排名之外 但是乳癌却成为我们女性威胁的第一位 那么如何让女性这个重要的癌症的议题 能够不再成为我们国的公共卫生 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以外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做 那么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专家们的帮忙 长期以来我想国民教组非常重视 我们民众的健康跟预防 最重要的是能够早期化线早期治疗 所以我们目前推行了这么多年的乳癌税 那么我们虽然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跟尽力 可是大概还有三成半到四成的我们的以前伙伴 符合资格的人他还没有出来筛减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能够让大家符合资格的人紧述来做筛减 那第一从我们的资料显示筛减出来 的确可以早期找到更早期的乳癌的病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患者 那么他要早期发现以后 他的治疗力跟治疗的方法更简单更有效 甚至可以达到九成以上的一个治疗力 到了晚期那可能剩下三四成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式跟治疗的几倍 癌症的所有的癌症几乎都跟几倍有相关性 所以如何早期的找到就非常的重要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日子 就是2020年的7月15号 然后那天我相信所有做乳房筛减 都会觉得自己没事吧 然后我也是自己资深就是去那个北荣 然后看报告 然后那一天呢 同时也是我就是因为我一直流浪教室 然后在那一年我终于 要去接到了一个专任的一个职位 然后那一天我也是要 刚好就是7月15号要去拿我的专任评书 然后我还把它约在同一天 同一天早上 那天我去北荣 然后发现原来自己就是确诊乳癌之后 然后接着就要去我的学校 就是接我的第一个专任评书 所以在那个早上 我觉得我同时经历了大凶和大吉 但是我朋友就告诉我说 你这样很好 因为是先凶然后后急 所以我觉得我被确诊 然后知道乳癌之后 其实我真的是很幸运的 就是所谓的及早发现 然后及早治疗 所以我本来其实在确诊之前 我都是做流浪教师的生活 反而后来癌症带给我一个幸运 所以我变成现在是有专任 我有一个安定的稳定的一个收入 然后我现在 我觉得我健康状况也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报名了明年试状运 然后呢 因为我明年就50岁了 我就可以参加50家 我还报名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公路跑 然后一个是定向越野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发现及早治疗这件事情 真的是救了我的一命 然后也让我的人生 从人生失败组 然后变成人生幸福组 国健署110年癌症登记资料 及卫生福利部112年死因统计显示 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 及死亡率第二位 但目前仍约有34.5%的适龄妇女 从未接受过乳房X光摄影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关怀月 国健署加强呼吁符合资格妇女 每两年一次检查 但是早期的乳癌 刚才组长有讲 治愈率非常的高 可以高达九成 甚至到百分之百 所以怎么样预防早期的乳癌 都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但是早期的乳癌 通常我们是摸不到的 那怎么去筛检早期的乳癌呢 就是国民健康署 有补助我们45岁以上 至未满70岁的女性 或者是40岁以上 未满45岁的女性 可是她有家族时的女性 家族时就包括是母亲 女儿姐妹 祖母外祖母 曾经罹患乳癌的妇女 两年一次免费的乳癌 筛检X光摄影检查 那这样的话 以其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乳癌 因为早期的乳癌 大部分是以 钙化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样子的状态是 我们摸不到 而且超音波 可能不容易看得到的部分 而且啊 好消息是 自明年开始啊 我们扩大我们服务的范围啊 年龄层到40岁以上 然后到75岁以下的妇女 都可以来做这个检查 那一个良好的筛检计划 有我们的放射线医学会啊 可以帮大家把持我们的品质以外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 我们可以呼吁妇女啊 就要增加我们乳癌筛检的涵盖率喔 那民众啊 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哦 去下载全民健保快一通 或者是健康存折APP 然后这边有QR Code 是下载的链接 然后来下载APP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查询 自己是不是符合 两年一次的免费乳癌 塞减X光摄影检查的资格 那如果比较年纪大的民众啊 也可以直接啊 拿着我们的健保卡 到当地的卫生局或卫生所 还有国民健康署 认可的乳房摄影医疗机构去查询 然后并且完成预约以及检查 疑阳的状况有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信通知说 他的分类会写零 但并不是零期 很多病人会认为说我是零期 然后三 他就认为他是三期 都不是 那是在我们的一个术语 是说分类 如果你收到的疑阳个案里面 是说你是零的话 表示你要再做一次的检查 那这个检查可以是超音波 可以是放大的摄影 那再来就是三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你有一些小小的异状 但是他还不像癌症 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半年的时间内 回来追踪 那四的话呢 是大家比较紧张的 他因为他上面会写说异常 需要做穿刺 那四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觉得你这个 乳房摄影里面的一些病灶 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不好的 或者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他是好的坏的 所以我们要经过一次的切片方式 那这个切片呢 就会由专业的医师跟你解释 大部分呢 应该是用乳房摄影的方式 是帮你取出这个可疑的小小的病灶 那也有少数是要由乳房外科医师 用切片的方式 所以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呢 到医院最主要 我常常碰到的病人 就是忘了带东西来 信没有带来 那片子也没有带来 就两手空空的跑来 说我做了乳筛 是有问题的 那我要到医院来做检查 这样子会造成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困扰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你是属于什么 所以那封信呢 就记得一起带来 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通知单 我们现在看大概 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密密麻麻 大家也不要回去记 我是只要想说有这一张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前只有解剖的分歧 大小啦 0%有没有转移啦 或什么器官 现在加上分子生物学 还有基因医学的进步 我们还在第一期里面有乳癌的分型 那每一个分型不同 它的治疗就有所不同 那我们有看到有一个管相型A是最好的 再来B1 B2还有核2甚至有三阴性 那各种方法都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所谓的多专科团队 然后来讨论以后 每一个人就有一个标准的治疗 所以这样 好 那么下一张呢 那这个就是在讲早期的核酶胺氧性的时候怎么样做 你看这个A型就只有核酶胺治疗就好 那B型的时候就看它Ki6C多高 越高的话可能就要加上化疗 那核2的除了要化疗核酶胺治疗以外 更要是有喝度阳性 所以有时候就要标靶治疗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治疗 治疗乳癌是多元的 在手术方面现在很精进 有这个部分的切除 那如果很大的话 也可以有整形的 有重建的 再来像现在有内视镜的 甚至于现在还有一些病人 也可以用打温西的方法 再来讲到矿色线治疗 现在定位很好 有直线加速器 而且有方法来预防 照射到后面的胸部 或后面的心脏 所以这方面也很进步 再来讲到药物 除了传统的这些化疗以外 我们现在有标靶 有荷尔蒙治疗 甚至也有免疫治疗 所以这方面就根据 不同的形式 就有不同的治疗 所以相当的好的建议 目前已知的乳癌危险因子 包括初经早 挺经晚 未曾生育或30岁后 才生第一胎 以及未曾哺乳 有乳癌家族食者 有乳癌变异型致病基因 得过乳癌 卵巢癌或子宫内膜癌等 女性们除了多加注意 自己是否有乳癌风险外 更应该从年轻时 就远离 咽酒等致癌因子 保持饮食均衡 并且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降低乳癌风险 记者温宇俊 台北报道 针对卫福部8月12号公告的媒体报导 额少级性暴力事件指引 立法院王宏威与台北市议员 劝梅莎联合召开记者会 批评新指引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只是敷衍社会大众 因为以新疫区幼儿园事件来说 依据新指引还是不能报导加害者 重点是 他现在服务单位 你仍然不得揭露 不然的话你就暴露他的身份 好 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我们回来拿到 在之前发生台北市幼儿园的事件 因为这个教保员事实上 他在被揭露之前 他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服务 他一直都在这个幼儿园服务 所以新的指引 如果我们拿到 在台北市这个案例来讲 他没有换新的服务单位 所以他仍然不能被揭露 那么媒体仍然不能报导啊 所以你这个指引 有新指引跟没新指引 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呢 这个指引事实上 新的指引是非常非常矛盾的 市议员却梅莎表示 根据卫福部的资料 111年到112年间 媒体报导儿少及性暴力事件 被裁罚达26件 这种做法已经对媒体造成寒蝉效应 却梅莎更指出 新指引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 呼吁卫福部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 第四点第三项 不得揭露里面就有提到说 有关这个可以揭露这些 族被害人识别的身份 包括姓名照片 影像 声音 住所 亲属姓名 还有他的关系 以及就读学校或班级 工作地点等等 但是第五点的第一项 又说可以揭露的部分 也包括其现行的服务单位 那到底可以揭露还是不可以揭露 本身这两点就是一个矛盾的点 所以我觉得卫福部应该给社会各界一个交代 不然我们无所适从 出席的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科长乌亚发也提到 新指引对于地方主管机关 成立审议委员会部分 并没有订定具体可执行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上无所适从 在执意里面还是没有进一步的 在就这个执引说 审议会议要有如何的来执行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会议的成员的人数 或者是审议的原则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还是在实务上运作上 比较觉得 这个是有一些空间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建议可以更有一些明确具体的一个原则或指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行政机关在做个案判断 案件审查上面的话 才有一个可以遵循办理的依据 对此立法文王洪威表示 等立法院新会期开议 他将提案要求卫生福利部 针对新指引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 尤其对于地方政府审议委会部分 王洪威要求中央要在10月前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有所依循 新指引才能正式上路 我希望说能够在10月1号之前 他们至少能够把 对于地方政府 这个相关他审议委员会 比如说他在讨论里面 他的人数还有他的形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指引 能够提供给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法可以遵循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指引 才能够真正的上路 市议员缺梅沙也期待 中央新指引修正后 能在保护被害人的前提下 达成适度的将加害者资料揭露的目标 他也会持续督促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确实遵循新指引 有效保护受到性暴力的儿哨们 等中央卫福部明确之后 我也会督促我们社会局 在这个部分要好好的来 follow这个指引 然后确保我们来保护我们的 受伤害的这些性暴力的儿哨们 来保护他们 然后未来也希望社会局 能够在辅导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委会来督促他们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26号上午一场豪大雨 接近一路出现积水现象 排水因为宣泄不及 雨水都涌到路面 市安府公务出人员 吉安乐区长简一泽 紧急盗场清理水沟并通知警方盗场交通管制 发现安乐区这个 基金一路迈进路圆环这边有吸烟水的状况 那因为它的圆环的外侧车道是比较低哇 所以它有容易造成溢烟的状况 那我们在情形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随机在做一个风无的动作 那请国有的车辆尽量往内侧车走 那内侧比较高 避免有车子会容易抛锚的状况 那目前警方也到现场协助做一个 指挥交通的作业 气质没有停所以才会这样 不然正常是不大会这样 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金融署早上针对新北基隆 发布大雷语特报 金融市长谢国良立刻取消既定行程 前往灾害应变中心坐镇指挥 也和气上署密切通话 我们0922的晚上跟今天早上0926的上午 都在短时间瞬间降下好大雨 大概两个小时内就有超过100公里 那也都跟原来的气象预报有一点落差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打电话给气象署的署找 也感谢他们 大家讨论出一个更实时能够掌握天气变化的一个方式 那据他们的说明 在明天早上还会有一波的这个豪大雨的降雨下来 当然现在的降雨量跟原来的气象预估会有一点落差 因为已经有连续有两次了 这个就是极端气候也有可能是造成这些落差的影响 所以我想还是呼吁大家这个要小心的防灾 然后家里的一些摆设设备 希望大家把它准备好 然后沙包防水闸门尽量都要用到 那我们公所也都有准备很多的沙包来跟民众使用 那我们会随时的更新我们的讯息后 那就在脸书或在各类的讯息平台 跟大家说明我们的一个气象的最新的一个情况 所幸这一场好大雨来得又急又快 水位很快就退去 市长谢国梁强调 未来希望金融市的讯息能和气象署同步 掌握最新的降雨量 提前做好准备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江宇都金融的生活百态 融合在清明上河图的构图 制作成绿挂咖啡 还有代表庶民饮食文化的调酒三光 这款口袋飞软香肠 都是入选金融实践特色伴手礼 一般市民对于金融有哪些伴手礼 很难具体说出 金融市政府从29家业者去实践商品 选出实践伴手礼商品 像是人气之心 获选商品 玩进辣椒酱 将瓶生变成块状包装 让消费者接受度大增 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是这次CASTA特别帮我们去做设计的 小包装的 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基础来讲 我们这个其实一推出 这两个做比较 十个有九个都要这个 那这是针对消费者 消费者需求的方式 然后加上文创方面的一些 包装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基隆 不是只有食物可以推广 那其实基隆还是有很多 不一样的伴手礼或纪念品 我们这次去新加坡的时候 其实也有带了几样伴手礼到新加坡 也有送给新加坡的友人 那他们都还蛮喜欢的 那因为新加坡其实跟台湾 真的长期都是非常友好的关系 影视啊影剧 所以他们对于 因为其实很多的戏剧 很多的电影 有些都是在基隆取景 那所以其实他们对基隆 都有一些特别的情感在 那我们这次带着我们基隆的 很特色伴手礼 去送给新加坡这些友人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说 未来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超市 或者是他们的通路上面 可以看到 那我们尽量来跟这个 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处 在新加坡住新加坡的代表处来促成这件事情 还有这一款大礼包 结合了 余品宣传 海鲜米粉 调酒三光 丸镜 辣椒酱和咖啡包 更是经过设计师优化后的产品 纳入官方伴手礼的设计元素 未来将是基隆伴手礼行销主力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 透过我们的市伏大礼包 我们把不同的业者 就是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 KSTAR我们的伴手礼的新星 就是那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些商品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这一个大礼包的部分 让大家组成一个团队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 就是跟外面的商务做竞争 有别以往 师大伴手礼争选方式 政府今年改推出 KSTAR基隆之星 分成四大类别 不仅展现基隆商品 多元的特色样貌 更将商品设计进行优化 很多我们的青年的设计家 然后来把整个包装 是弄得色彩缤纷 然后是非常有一些 基隆的在地元素在里面的 所以现在呢 开始很多一些各县市的好朋友们 也会来基隆观光旅游 然后透过这些伴手礼 也可以让他们更多的认识基隆 然后甚至可能从这些包装里面呢 就觉得哇 对基隆真的是非常的充满好奇感 然后甚至想要去多认识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伴手礼的部分 其实它会是一个 很好让大家去认识基隆的一个媒介 基隆实践伴手礼出炉 这些好东西不只能够传承口碑 更希望能够提升知名度 并带动买气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8 9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参加 七堵区六独里社区关怀 据点健康活动时 在六独里长余良盛陪同下 主动推广并且教导长辈们 用手机的LINE或扫QR Code 加入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成为好友多加利用 现在LINE给你 我传给你 当然应该用QR Code 你加入 你加入 你加入的话 你加入的话 线上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是基隆市长谢国良 为了照顾以及更便利 长者们不用出门 特地请基隆市卫生局推出 能够24小时线上提供长辈们咨询 相关健康照护和卫教等问题 由医师或是护理师等专业背景的人员 线上提供回答服务 市议员张耿辉和里长余良盛都非常肯定 也感谢这项措施 对长辈们的帮忙和照顾 谢市长上任以后 更是对这个我们 长照关怀祭典的重视 尤其特别交代我们卫生局长 特别的成立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些长者都是 一天里面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借过平台来跟他们 请教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好 当然除了这个市长上任以后 除了这个长照之外的儿童的平台 他也有成立 所以这两项都是我们目前都 急需的一些需要借过平台 来了解我们这个长者的 一些生活状况我想非常棒 谢市长上任以后 推动这个季庸市长辈照顾平台 真的是照顾很多长者 尤其是偏乡 有这个平台的话 会更加便利 有什么问题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反映 还有不只是长者照顾 还有幼儿托父 还有我们光怀据典 都现在都政府非常重视 还有感谢谢市长的用心 张肯辉表示 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未来在参加区里等各项活动时 也会随时协助市政府推广这项 基隆长辈照顾平台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